根據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他們所報導的是說 我們要花150億美元 那相當於 4800多億台幣 對 將近5000億台幣的一個均購 那我們要照我們一年國防預稅 也就6000多億 那5000億的額外均購 現在光F16V都還沒交貨 這個我們坦克到目前也還沒有來 M1A1也還沒有來 那花那麼多錢 那當然裡面有一些點名 英國金融時報他就講到說 為了要向川普展現對抗中國的決心 所以我們要來買F35 可是F35其實不是說 我們要展現決心 是我們已經要了很久 美國人不賣 所以才有F16V的採購方案 不是嗎 這個將軍我想相當的熟悉 F35能夠買得到嗎 這個決心能夠展現嗎 問題是到現在跟川普 好像也還沒有聯絡上 我們這個F35 因為我們沒有參與共同研發 他們當初的時候是由西班牙 意大利 美國 美國等等他們一起 還要拖起 對 他們共同研發的 這個是有自費財產權的 要經過共同通過 所以這個不是 這還有政治因素 不只是我們講到的 你拿錢就可以的 這也包括社會財產權在裡面 那我們去買這個 只是買一個我們講到的 是一個Payload 是一個載台 你買了你這個還不包括武器 你講了4800多億 我們應該要來看 你這個武器裝備買的時候 這個是包括他以後的料配件 零組件 還有系統件 這些都要有備份件 然後他這個後面還要做這些微保 那這些都要更換件 你整個售期來看 要乘以2.5 你剛剛講的是5000億 那你要乘以2.5倍 大概一萬兩千億到一萬三千億 你售期 對啊 你要不要這些 破罩 對 一定要破罩的 我的天啊 你都要乘以2.5 對 那你乘以2.5只是飛機 只是這個400枚的愛國者飛彈 對 那只是10艘的神盾艦 或者是指著試駕的E2B 你看這些 你這些加起來4800多億 就是所謂的150億 美元 那你買的只是一個Paylor 只是個載台 對 那裡面通常是陽春 你裡面的 你要不要裝戰斧飛彈 你裡面要不要AGM 158 對 我們所講到的 專門反艦飛彈 反艦巡运飛彈 你要不要 這些都是武器 你現在買的 我剛剛講的都是買的是裝備 那你買武器又是另外一個錢 然後你要不要加裝電站 要 那是另外錢 所以你看看 還有後續維護 對 是這樣 那你今天買F35 你要注意看 是買飛機還是有沒有發動機 因為飛機的錢是兩個來看 一個是飛機的錢一個發動機 對 那兩個分開來算錢 那你現在看 飛機怎麼便宜 你發動機的錢算了沒有 我每次講你發動機算進去沒有 沒有 發動機還另外買 F35的發動機都另外的 你說要買F414引擎 你是不是要買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 我們只是看到的只是裝備 這並沒有包含它 這叫武器 那你 你這個 F35 你要不要 你不要 掛 AM9X 要不要AM 有兩棟 要不要 你們要不要掛 其他的 這些 接手 遠距遙控武器 要 這是另外的錢 所以你買的只是裝備 但是你掛來的武器 另外再買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錢是還要很多 不是說 我花了這個 150億美元 4800多億 我就有戰力了 沒有 戰力是零 因為你 你沒有任何武器系統 你要裝進去 我有錘發 我122組錘發 你們是空的 你至少要買244個 你至少一個錘發 有兩套吧 你可能好 不能打兩波就沒了 對啊 就準備結案了 至少要三波 那你自己看 而且你平常訓練 還要消耗 那你是另外的 所以這些買過去 甚至你買的 裡面的五吋炮 那是沒有彈藥 你只是買裝備 所以如果這一波 照江峻這樣的分析的話 這一波如果假設 我們真的成交 先不論F-35買不到 等一下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 假設成交的話 後續的 等於說 我們所有的軍事裝備 就徹底的美國化了 未來中科院的預算 或者是我們的國產 一定是嚴重排擠的 因為你錢就那麼多 難不成 最近沈伯浩發了一個文說 有人竟然不想要加強軍武 然後他就把那個錢列出來 社福花最多錢 意思是說 社福花那麼多錢 難道不要加強國防嗎 那好啊 那你沈伯浩就提案 社福歸零 對啊 你教育歸零 幹嘛教育社福 那我們還有一個 你敢嗎 對 我們一個最大問題 我們人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缺兵 對 那你買的裝備的人缺人 那你買的裝備 你有很多裝備 結果沒有人 所以我說先把人 尤其是志願以把先召起 我們缺五萬多個兵 而且還繼續流失當中 現在還沒有打仗就缺兵 打仗更缺兵啦 逃兵會很多 對 那更多 對 有人他不要嘛 而且我有一個疑問耶 你看俄烏之戰喔 逃兵 有督戰隊當場打掉 對 你在台灣 你督戰隊你敢下手嗎 我講這 這很實在的問題喔 就如果整個社會都是逃兵 那我寧願坐牢 我不當兵啊 沒有 你這樣的話 你的兵你會 兵會把督戰隊幹掉 對 我就一會就這樣 其實烏克蘭督戰隊後來 因為士氣潰敗嘛 所以就一大堆逃兵 就把督戰隊打掉 打掉之後 逃兵變游擊隊 躲在民間武裝裡面 因為他不想打了嘛 甚至去跟俄軍通緝啊 對 他們不想打 他們是不想打 所以這個問題很嚴重 很嚴重 現在我們問題我說 就沒開戰少五萬兵 每年再少個七千到一萬 對 那我想說 我們是不是先把兵弄好 先把軍人待遇提高 因為大家不願當兵 是 你看現在標準降到那麼低 男生的身高你降到一百五十二 蛤 150都怎麼當兵 怎麼可能 女生的身高你降到一百五十 已經就是這樣了 教練這不合理啊 因為我們當過兵 我是機部的 對 那個炮啊哪扛得動啊 那扛得很重耶 是你榴彈炮 你體格不夠你哪扛得動 像我們平地人 兩個人扛一隻 對 山地的 這個我們原住民朋友 他們身體比較強健 可能在山上背 他們說他有去打獵 他可以一個人扛一隻 但是就算這樣 還是很重 你光扛上假車要救位 你就受不了 那你現在去輸入那個 志願儀士兵招募的身高標準 不是150都他連把那個槍 抬到假車上都沒辦法 他怎麼上去 那女生的身高是150 你再降下來是140幾公分 因為招不到啊 你就降低標準 太誇張了吧 我跟你講擴打都用完了 荒謬 你把軍官都補滿了 士官都補滿了 那兵缺了5萬 而且兵現在完全不進來 你們士官都滿了 我進來一直當兵啊 我不能升士官啊 這很嚴重 對 你們都補滿啊 全部補滿啊 所以現在缺的是兵 現在是有官沒兵 所以我說你先把5萬 我說賴清德 你顧力窮 你是不是都到大學 到高中去招 因為你們招生的話 你們講話比較有影響力 事半功倍 他們應該常跑大學 常跑高中 去招兵 你自己當頭 你不帶頭 那你又想 所以我說 先不要先買這些 新鮮武器裝備 先兵牆馬杖再說 不然你買裝備 結果沒有人 那你買裝備 放在那邊 當破桶爛鐵 姐妹們 總煩惱臉上新聞 乾燥與暗沉 現在起 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 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 動靈密碼 武漢